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牛狗啊 看一下小黄 他一点都不吃啊 刚生完小狗 这就说明我是用心去对他们了 能喂到这个程度 确实是经历了啊 黑牛 哎呀我特别喜欢你这两个爹 赶紧上厕所吧 上完回去了 太冷了 小黄你好 哎呀真的给小黑的宝宝 还有你自己的宝宝未来是吧 今天是2023年的1月1号 元旦啊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啊 希望你的小宝宝健康成长吧 小黄你希望你好好的啊 身体健康一直陪着我 听见没有 哎呀这小宝宝实在太可爱 跟小黑长得一模一样 你为什么跑到你黄妈这里来吃奶呢 小黑才是你的亲妈 你跑过来干啥呀 小宝宝 小宝宝元旦快乐啊 你在新的一年 希望你找到一个像我一样 用心去对你们的主人 好不好 把你当家庭的一员 当亲人一样来带啊 好不好 看一下这两个偷偷地跑到这里来 约会来了 哎呀 我不打扰你们吧 办你们的事吧 每天看着你们那么可爱 心里的压力再大 也不忍心让你们饿着呀 小黑牛 你怎么只带三只瓦 谁让你生八只的 生了八只你只带三只是吧 哎呀小可爱 想翻个身自己翻吧 断念断念 你脸上的点啊 你咋不长两个点 这个有 这两个都有啊 睡得可香了呀 其实我感觉我过得不如他们啊 他们过得微无虑的 赶紧去给他们整点好吃的吧 小黄小黑也熬了 今天中午去那边买了一些鸡胸肉回来 中午就给他们吃大餐 准备给他们煮鸡胸肉吧 刚才又下去买了两颗大白菜 哎 这个可便宜了 这两大颗才十块钱 真的不怕他吃不起 就怕他吃到兔啊 因为现在他们要喂小赖狗 要补充维生素 每天都要给他们喂点蔬菜 这边卖的鸡胸肉 他都是切小块小块的 装在一个袋子里 不像我在别的地方买大块大块的 这样子我就损失了不少 只煮熟 等一下用这个汤来给他泡狗粮就行了 不要公主 哎呀你那小尾巴咬的 等一下给你吃鸡胸肉啊 还没奶呢 你要吃狗粮吧 小别不要 别人你到这里胖了不少啊 没少吃啊 好个 坐 坐 哎呀太听话了 我的别人 用这个煮鸡胸肉的汤来给他泡狗粮 他特别喜欢吃啊 直接要干一大盆 现在是非常失去啊 得用非常手段 就是好好给他喂好呗 我真的万万没想到小黄小黑啊 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蔬菜 哎呀 所以说每天 再忙的去给他买点放在里面啊 现在已经冷了 鸡胸肉 青菜 狗粮 还有罐头 准备给他们吃吧 哎 也希望他们新年快乐 吃吧 黑牛 多吃一点啊 哎呀小小飞 过来吃了 他会喝点汤了 还不会吃狗粮 过几天就会吃了 吃吧 干鸡胸肉 干鸡胸肉 哎呀吃可香了呀 今天是元旦节啊 祝你们元旦节快乐 新年快乐啊 每天都吃大餐啊 你放心吧 真的我待会 不过急 也会给你们整好吃的 真的 就希望你们健康的成长 小黄你敞开了吃吧 放心的吃吧啊 你们的要求真的 其实挺简单啊 跟了我 无非就是为了一口吃的 哎 有的人嘛 还不如你们真的 还会来害我 所以说我宁可跟你们打交道 也不愿意去跟有的人打交道啊 放心吧 不管我自己遇到多大的困难 跟你们没关系啊 你们就吃好喝好 照顾好宝宝就行了 听见没有啊 我的任务就是 要照顾好你们 希望你们健康的成长 黑牛你多吃一点啊 你的压力是最大了 你生了八只宝宝 非常不容易啊 我都挺佩服你的 宝宝 新年快乐啊 希望2023年 你不生病啊 永远都健健康康的 好好地听我的话 我的宝宝真的最聪明了 有大网友就说 现在看见 宝宝闷闷不乐 其实不是 因为在这屋子里面嘛 太窄了啊 要是溜他的 是出外面去啊 他还是 跟飞式的 跑来跑去的啊 他也特别开心的啊 现在也胖了不少 我每天都给他们喂的特别好的 今天是2023年的1月1号啊 新代一年 新代一天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希望大家在新代一年 身体健康 一切都好吧 我也希望自己 还有我和我的这16条狗狗 在2023年 都一切都是你吧 在2022年的时候 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很多事 最让我伤心的 还是失去了我的小白兔 真的 对我打击可大了 我刚捡他的时候 我一无所有 啥都没有啊 也没有人支持我啥的 也没有黑我的人 当我收养他 一直也给我带来好运啊 当到了西藏无人区 他走了 所有他倒霉的事情 也到我身上来了 真的 没想到以前好心支持我的人 我做梦也想不到 他会去告我 真的把我害得可惨了 到东莞去吧 又感染成阳性 治了那么多天 现在找到这里来吧 好不容易找了个好心阿姨 帮我养了11天的狗 花费也不小啊 但是实在没办法 都是过去的事 以后也不会再提了 都成历史了 不管怎么说吧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其实也是对我人生的一个考验吧 也是一种经历 有的事情来得早 总比来得晚好 现在带着16条狗狗 住在这个好心阿姨 住在这房子里 也不能长期住下去了 真的希望大家能帮我 就是介绍一个那种带院子的 周围一公里左右都没有人的那种房子 我就把这些狗狗养大一点 找那种好心人领养就行了 人生就是这样 好多事情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很多事情也是很无赖啊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坚持我在初心 照顾好这些狗狗 大家也要相信我 知道吗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看我的视频 下期再见